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我们现在还有近五亿人常住在农村 可以说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全面的 去年底党中央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专门就建设农业强国 抓好商人工作 推进乡村振兴提出了全面的要求 当前我们整个农业农村工作 就是要按照中央的要求 把每项工作抓落实 就乡村振兴这件事来讲 我看下部要突出 或者要关注三个关键词 第一是全面 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发展经济 我觉得更重要的 要全面彰显乡村的价值 包括经济价值 生态价值 社会价值 文化价值等等 第二个关键词 叫特色 中国地域辽阔 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暑 因此各地 必须因地之以 打造各具特色的 乡村风貌 特别要注意 保护好 传承好 地域文化 乡村文化 不能搞成千村一色 千村一面 第三个关键词是改革 要通过深化农村改革 来促进乡村振兴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 我们一定要充分调动 管达农民的积极性 让农民参与到 乡村振兴中来 而且要让农民 更多的分享 由于改革发展 带来的成果 刚才这位记者 还问到 粮食安全问题 我们国家 已经连续八年 年粮食产量 超过1.3万亿斤 总体上看 我们的粮食安全 是有保障的 下部我们会抓住 两个要害 第一是耕地 第二是种植 不断地提高 我们国家的 粮食生产能力 这里我特别想 跟我们的农民朋友 说句话 国家支持粮食 生产的政策 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 鼓励大家 多重粮 一定要确保 14亿中国人的饭王 牢牢地 端在我们自己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